各位好,我是蘋果爸 今天這一回來跟各位分享關於圖塊的數量 建立表格之後,如何自動更新 我們這個教學使用的是Oracle內建的功能 使用資料萃取這個功能 在論壇跟社團都有很多的教學跟討論 那我們先來操作一下 目前也有三種圖塊對不對 那我們使用DX Enter 它會先請你建立資料萃取對不對 我們先建立一個新的,下一步 我這邊先一個Demo好了 下一次就可以用來算圖檔的數量 OK,儲存 再來關鍵在於資料來源,請你使用圖面 我們之前的教學都是請用手動選取 你要自動更新的話,要改為這個 偵測目前的圖面 下一步 再來去勾選,留下你要的圖塊 A1、C1跟R1,圖塊名稱 下一步 這邊關於性質,請你把它全部不勾選 你先隨便選一個好了 我先選一個單位好了 再下一步 好,它就會顯示了 這時候可以把單位係數先右鍵 把它做一個隱藏藍的動作 那名稱按住滑出左鍵,往左邊拖曳 讓我們名稱放左邊,技術放右邊 注意這個就是,圖像數量要做個結合相同 這邊打勾沒問題 下一步,我們可以插入到圖面 跟圖面之中更新 下一步,使用內建的表格 下一步完成,這邊做插入 OK,然後我們現在來做操作 我現在有增有減 1,刪除 刪除一個 這邊刪兩個 好,那我就選擇它 按滑鼠右鍵 跟它說我要更新表格的資料連結 同步更新 好,再一次喔 那如果你有增加呢 CO copy Copy 這邊增加,這邊增加一個 這邊刪除 那再來一次啊 按下,選擇表格 按下滑鼠右鍵 這邊就會 更新表格連結 好,所以你要使用 目前的圖面去偵測 那如果說 你有新的圖塊產生的話 沒有,你就必須重新做資料萃取 好,我這邊來 我快速創建一個圖塊 先畫矩形 好,我這邊做個圖塊 名稱我給它叫做 滴滴好了 好,一樣這邊插入 然後選擇物件 確定 我這邊是不是有個 DD圖塊對不對 然後呢 CO copy 我可能一樣創建這幾個圖塊 那這個表格呢 你選擇它 按滑鼠右鍵做更新 它是不會察覺到它 因為它是新的物件 所以呢,你必須重新做資料萃取 好,再一次 DX 然後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不用使用 建立新資料萃取 你可以用既有的 我剛剛是不是做了一個既有的 對不對 然後去選擇它這個 Demo 開啟 下一步 然後一樣包含目前的圖面 下一步 好,那這個呢 滴滴記得打勾 再來下一步 好,下一步 就包含它了 再來下一步 好,插入到圖面 下一步 完成 這邊做插入 OK 那這邊一樣同步更新 這一個表格可以拿掉了 所以下一回合呢 你就可以直接 有真有簡 對不對 一樣Copy CO copy 選物件 增加對不對 這個也要增加 好,再來就可以選擇 表格呢 按滑鼠右鍵 跟它說我要更新表格的資料連結 同步更新 好,以上呢 是我們的內建的方式 使用DX資料萃取的功能 去達到圖塊數量表格的自動更新 那你有問題呢 在影片下方做提問 那更多的數量計算的入門呢 你可以參考我們的課程 好的 我是蘋果爸 我們就下回的教學再見 拜拜